欢迎沉睡的松果体 改写人生与身体的剧本 活出理想中的自己 进阶为超级人类 这是台湾书室当中的第一本 揭开潜能开发领域 跟心灵圈热门主题的松果体的秘密 没错 今天雨色在空中 要为每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的 就是由芳志 他们在前阵子所出版的这一本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大家 买回去好好研读的一本好书 它叫松果体的奇迹 在空中为每位听众朋友邀访到 是芳志的赖梁朱 梁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跟每位的听众朋友来谈一谈 这本他们前阵子所出版的好书 梁朱你好 雨色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们怎么会有这个因缘 选中这一本 我觉得很特别 而且全台湾没有人在写的 这一方面的书的这个题材呢 梁朱 我们跟一位医生朋友 那个应该怎么说 有一位我认识的一个医生 那他呢 对我们的书一直很感兴趣 然后也常常介绍好书给我们 那所以呢 他有一次就主动跟我讲说 在日本出版了一本 这个日文 他原文叫做松果体革命 就是推出中文版的时候 我们有稍稍修 那个怎么讲 那个改了一点点 那个中文版的书名 亲切感强一点点 就是或者是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强一些这样子 那所以当初呢 其实是因为这个医师呢 他对松果体一直很感兴趣 然后呢 他觉得就是说 他找了非常多 就是不管是台湾 或者是国外原文书籍的资料 他都不太找不太到 就是说真正有一本书 好好的来谈松果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一本书 那后来他是看到日文版 有出版了一个这样子 那我们内部讨论的结果 觉得说 这个蛮特别的 这个会是 真的是一本谈松果体 这个很怎么讲 很详尽的谈松果体 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脑内重要的这个器官 非常就是 具代表性的一本书 那是之前书 是真的是没有看到过的 很多人在接触身心灵 或者是灵修的人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他们会提到松果体 这三个字 那么松果体 它对于我们的修行 对灵性这个部分 它到底扮演一个 什么样重要的角色呢 以这个书的作者 他提供的 他是说 就是松果体是一个 就是怎么讲 接收灵性非常重要的一个 体内的一个器官 然后这个体内器官 就有一点点像天线一样 就是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 有我们身体的智慧 但这个宇宙呢 就是有一个宇宙的智慧 那这个宇宙智慧 跟我们身体的智慧 我们的这个接通管道 其实就在松果体 也就是一般人 会称它为第三眼 就是说 这个作者在书里面 很强调一点 就是说 我们存在着这个世界啊 不是只有我们肉眼 看得到的这个物质界而已 我们还存在着另外一个 所谓的我们看不见的世界 松果体 其实是一个 可以让我们画这个 看不见的这个 这个世界 跟我们沟通的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器官 但作者说 这个松果体 往往在现代人 它呈现的是一个 沉睡的状态 就是一个没有功能 这个器官已经在睡觉了 没有在工作的一个状态 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棒的原因 就是它不是空谈理论 你拿到最后面 有告诉你 该怎么样唤醒 这一颗松果体的 这个整个能量 所以这本书 它真的很棒 它真的就不是说 我这空谈这些 跟我摸不着边界的东西 想问一下梁珠 就是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跟你的生命 或者你曾经学过 这些观念里面 有没有触发说 原来松果体 它连接了这么多 生命的这些点点滴滴 有没有哪些 你在看书的时候 有没有唤醒哪些故事 我应该说 我之前多多少少 就是我编辑过的 书接触过的 就是这个 因为方志这边 出版过一些 新时代系列的东西 心灵成长 那所以多多少少 就是对松果体有一些了解 那所以这本书 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把松果体具体化 就是用比较科学的方法 或语言 来告诉我们松果体 它在器官上 它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什么 然后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 然后它怎么样 就是用很科学的方式来讲 而不是只是纯粹讲灵性 就是它不是一个 就是像第三眼一样 因为我们如果讲第三眼 大家会问你说 那请问 人的第三眼到底长在哪里 你只给我看 我就是没看见 那佛像上画的 或者是那个 就是那个视频上出现 都是虚拟的嘛 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嘛 那所以这本书 我自己会觉得 因为这个医生他比较特殊 他是具有正统的西医背景 就是医学系出身 然后他也学过那个几股神 就是整脊 整个大脑跟脊髓的这个神经好了 就是跟身体这个构造 他都是应该是读过非常多年的 这个正统医学 然后他来就是回到日本去的时候 他开创了另外一个 就是叫做那个 中国体医学的一个创始人 那所以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会觉得就是 他把所有相关中国体的 应该怎么说呢 不管是从古至今好了 提过相关的 就是人也好 著作也好 或者出现在古文明里面的什么 比如说他会讲说 在西方非常多的教堂里面 会出现很具体的松果体 或者是说那个就是宗教化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宗教人物 头上出现的一圈的光晕 那个其实代表着就是 他松果体的活化 那中国体他如果 因为我们像一般人是沉睡的嘛 如果你的松果体活化的话 你可能会就世人的眼光来说 你可能会有的一个状态叫做 你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到通天 就是可以有一些心灵感应的人 但他举的例子就是说 其实这个世界上 不是只有人有这个器官 有松果体这个器官 其实生物界 譬如说在飞的那个天上飞的鸟 他们有一些鸟会自动的呈现V字形 可是他们可能不是靠语言传递 他们怎么知道说 你要飞在我后面几公分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鱼群 一大群的鱼 他们怎么样知道 说大家一起要往哪一个方向游 这个作者在书里面提到说 他们靠的其实就是心电感应 那那个心电感应 就是来自于这些生物 他们的松果体是通道是开启的 那我觉得透过他的这样说明 我比较能够了解 或者是说比较能够具体的跟人家传述说 那松果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你说你说跟我的就是生命经验 或者是说有什么相关 我自己会觉得 那个就松果体对你来说越来越具象了 就是越来越科学了 越来 以前你可能说只是仅仅知道 那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人家谈论 到底松果体这件事情是怎么讲 你只知道说它是具体存在我们脑中的一个小小的一颗 像青豆一样大小的一个小东西 可是问题是除此之外呢 就是医学际也没有人在谈论这个呀 就对 所以我觉得以前的话 你就是很难很难去开启这个松果体谈论的话题 那现在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说透过这本书 我觉得如果人们更重视这个器官好了 或者是说松果体的功能性 然后我们试着照他书里面的说法去 试着活化我们的松果体 那是否我们的生命会产生不一样的改变 我偶尔有一些我自己觉得不错的灵感 或者是说 我觉得我的直觉是很好 但我不是时时刻刻都有那样的直觉 因为他书里面提到就是说 我们的松果体会有一些外来的干扰 就是一些我们右脑 我们的那个脑子产生的那个思想 我们想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让我们的松果体被压抑 那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书里面的内容 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 他告诉我们说 其实松果体的活化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他书里面有八种方法来帮助我们 那这个八种方法 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着去做 然后自己可以去体验说 是不是真的有松果体活化之后 你的直觉力 或者是说你的身体的剧本 你的生命的剧本 可以真的你自己感受到不一样 原来我们常常听到那句话 就是向内走 就是向内走 你只能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那我们就觉得说 到底要走到哪里去呢 其实他就在讲松果体这个东西 刚才那个梁柱有提到 就是说唤醒松果体的八大秘诀 其实就在这部里面讲得很清楚 然后请问一下梁柱 就是启发松果体的语句 就很简单 他就是说我就是常常告诉自己 我很开心 请你要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安排 其实有点类似我们中国那种道家的精神 无为啊 就是以开放的心来面对这一切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方法 这么简单的四个字 我很开心 他可以把我们沉睡的松果体 把它唤醒呢 为什么梁柱 因为他就是要我们去信任 信任说 怎么讲 这个我们其实不太需要做太多刻意的努力 那个刻意的努力不是说 我今天我有一个梦想 我努力不是这个刻意的 而是说我们人其实被太多的社会价值观 或者是说这个他人的意见影响 这个东西我该做 那个东西我怎么样 但其实我们都失去了 找回原来那个真正的自己 那书要告诉我们的 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设定好的生命剧本 那我们来到这个地球的目的 会不会只是说 我其实往内去探知自己 了解自己 然后就是接受这个 臣服就是说 宇宙有一个大的智慧 当我的松果体火化开启的时候 宇宙的那个智慧滋留 就会自然进来 我就自然而然知道说 我该怎么样去活出我自己 然后我的生命就可以很快乐 那当我们越紧张 我们越多那个刻意的时候 我们的松果体就会越被压抑 当你越开心越放松 那我们的松果体的接受能力 就会被开启 所以这本书 松果体的奇迹 在前阵子已经出版了 那我必须要讲就是 日本人他们在写作方式 跟欧美国家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已经习惯了 欧美国家在讲身心灵的话 你在看这本日本人 他们所写的这本书 你会发现说 简单恶药 他都跟你讲重点 他没有很多 很尖色的 我真的坦白讲 就是说你看欧美的书 他就说 他绕一大圈 我不知道讲什么 可是这本书完全没有 他虽然才200多页 249页 但是其实他每一页都讲重点 不管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去 唤醒他 或者是他跟你讲 宇宙跟松果体的连结 他都跟你讲是重点 就像刚才主编所说的一样 就是他的背景是非常的雄厚 所以他把这些的观念 都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你买一本书 可以抵十本书 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 可以赶快的上金士堂跟伯克来 还有尸体书局来购买哦 你所收听的节目 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宇舍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宇舍都会介绍 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美味的听众朋友 来介绍书中 还没有说完的 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宇舍在节目中 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的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宇舍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宇舍来联络 好的节目 需要美味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宇舍电话是0975-256-579